和这个环境一样 我认为商品的这个调整 已经差不多完成 这个在沙华的空间不太大 所以我又不认为这个商品 还会对这个股市有太大的影响 不过投资界还是要留意 这个欧榨危机这个忧虑 因为在7月份这个希腊 会有一个134亿欧元的融资的需求 他们在6月份能否取得 这个121亿欧元的编资 还有这个不确定性 我认为这些因素未对这个市场 还有一些影响忧虑